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关心这个世界的局势 最近美国的动作频频 尤其是针对印太地区 针对我们亚洲地区 拜登又派出他的特使 他应该是韩裔的一位特使叫做尹汝尚 希望他可以率团去访问这几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是红色区线这个地方 要谈自由联合协定 时间定在6月14号到16号 他飞到这里马绍尔群岛 然后再去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帛琉 大家我们觉得这几个南太平洋的岛国非常熟悉 因为王毅在上个月月底 不是跑去斐济主持了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会议吗 那个时间点可能美国现在知道了 那恐怕要再去加强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岛国的联系 有消息人士透露 王毅的这一个岛国行 访南太平洋八国的岛国行 让美国的官员产生了紧迫感 其实应该早就有森色 应该不会是人家都已经访问完了 才觉得有紧迫感吧 你可以看到他跳岛去访问 那当然要把这些岛国给好好的联系起来 其实来看看这个环太平洋的军业 我们台湾不是没有参加吗 可是据说这个是New Talk的报道 他说据说他们有纳入一个叫跳岛战术 里头暗航护台 暗航护台美兵海作战团要秀肌肉 什么叫做跳岛战术 可能在二战的时候有这样子 我在这个地方建基地 像是夏威夷不是一个很大的美军基地吗 他就二战美军一直到现在 都是重要的海军基地 他可以在那边部署很多的重要的 这个战略跟武器还有人员 然后用跳岛的方式来帮助他的友邦 包括关岛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海军的一个基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跳岛的战术 包括在这个地方会有陆战队工程兵部署的重点 在岛屿上迅速修复建立跑道攻F-35 F-35停靠加油 以及可以部署海马斯等督管火箭炮 控制周边海域 因为美国在这样做 所以他也要防堵中国这样做 于是中国有任何的行动 他都会认为说你就是要部署 就是要像我们美国一样 有这样外面的军 类似一个军工的一个部署 所以我们来看看2021年 这个中国的企业 他们租这个达尔文港 99年达尔文港在澳洲在这一块地方 可是到2021年的时候 澳洲他们自己内部有讨论 觉得说这有国安的问题 中国大陆这个租了99年 在我们达尔文港恐怕会搞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毁约了 那你可以看到澳洲的新任总理爱班尼斯也说 政府将会重审中企中国的企业的租借 包括达尔文港的契约 那你也可以看到前一阵子 澳洲跟中国在军机的一些冲突上面 有一些来来去去的一些吵架 包括澳洲就说 你们中国大陆的殲-16 危害了我们这边的军机 那环球时报不是提出了七个问题吗 说你要不要把轨迹图给公布 到底是你跑来我的领域 还是怎么回事 所以可是到现在澳洲没有回应 已经过了三天了 那澳洲跑来这里 就是我们这个区域 到底是在做什么 他到现在没有回应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有一个国家 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 华游说北京也秘密在这个地方 设了一些军事的海军的设施 这个地方叫云阳基地 他说这个是秘密建造的海军设施 那中国的野心可见一斑 那澳洲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他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南太平洋 或者是在亚洲的这个副警长 这个埃伯尼斯就说 这很令人关切 我们来看看柬埔寨的副总理 他兼任国防部长 他是怎么回应 他是说美国不实的指控 是不想看到柬埔寨的发展 更优在地 更优在地区影响被削弱 就是很担心 美国在地的影响被削弱 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调诡的地方 问的人是这个埃伯尼斯 他是澳洲的总理 怎么他会说 这是美国不实的指控呢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背后想要问问题的是谁 这个埃伯尼斯只是 借他的口来问吗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中国大陆 那当然是这个美国 急遇防堵的对象 你可以看到 他5月看到加拿大出动 41架大型的侦察机 到南海执行任务 那当然跟中国的军机 或跟中国的天空 也有一点点这个 很多的这个纠葛 那你可以看到 包括习近平 中国智库都有一些评论 中国智库是说 美国似乎在玩花招 要呼捧一半 一起来编织 逼近中国的侦察网 这样子他们收集的情报 就可以跟他们的 五眼联盟来分享 所以亮哥怎么看 这个天空好混乱 这个澳大利亚是因为 被发现他飞进西沙 所以解放军就出了军机 去做拦截 而且对他发射了干扰的铝博斯 澳大利亚认为那是危险动作这样 可是他都没回应 因为中国有问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应 因为是真的 这里当然就接着到 坦白说中国也是故意出手 就说你们这些人是狐家虎威 是不是 你以为你是美国 就说你澳大利亚跟加拿大 你以为你是美国 所以他对于这些 这个就是狐家虎威的 像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他大概以后就是 会比较严厉去出手 实际上美国你敢飞到加勒比海 你去飞去试试看 美国不会拦截你才有鬼 你去俄罗斯飞到 勘察加半岛试试看 你刚刚不是讲到1983 民航机都给你射下来 被打下来 连民航机都把你打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他也要开始要展现说 我就是大国 你来试试看 如果你是美国 我就尽你三分 而且他们有签 那个空中相遇的互动准则 他跟美国有签 跟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有签 另外南大平洋 那个倒不是跳岛 而是南大平洋十几个国家里面 美国跟这三个国家 有签自由联合协定 也就是说帛琉 米克罗尼西亚跟马绍尔群岛 他的国防是委外给美国管的 可是2023到2024要到期 所以美国必须要续约 所以美国在帛琉有军事基地 马绍尔群岛以前 美国在那边试炸各种飞弹 所以马绍尔他就先到马绍尔 好像有核氏报在这里 对 我记得 马绍尔就提出抱怨 就说我被你炸的一大堆残留物 你要帮我处理 就是护员的意思 这个要多给我一点钱 几条件 还有你那个 他那边也有基地 他说你美军基地 要给我更多回馈 比如说美国对帛琉 去年就回馈很多 他给他疫苗 对 给很多疫苗 而且还给他纾困金 所以马绍尔也要求我比照办理 然后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这边气候变化 可能会被海水淹掉 你要帮我忙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针对王毅 而是真的是自由联合协定 明年就到期了 要renew了 要renew 然后这三个地方 而且人家也帮你执行 比如说密克罗尼西 这次就是第一个在王毅说要签 安全合作 治安合作 第一个说反对 所以美国当然也要去照顾一下 他们这些南太平洋的小老弟 大概是这样 小朋友也要给一点该给的 还有一些情谊的修复 都要来一点交流 来 请教兵哥 我是觉得用跳岛战术讲的人 应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跳岛战术 小编 请注意 还是兵哥说 跳岛战术的意思是说 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他就他自己战略进攻的 他还是他目的要对准日本 所以一些就算日本驻扎大量军队 可是对我来讲战略性没有那么重要 我直接绕过他 所以就要跳岛 可是兵哥 这个是新头哥讲的 他说环太平洋军演有跳岛战术 他乱讲 因为跳岛战术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你知道当时本来他们要选择两个岛 一个菲律宾 一个台湾 后来为什么选择菲律宾 因为迈克阿瑟讲我要回去 我一定会回来 所以他们就选择这个 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台湾 可能已经要塞化 日军很多 那打台湾可能会牺牲很多 所以到最后就直接跳台湾 直接去打到冲城去 所以这才叫跳岛 这跳什么岛 美国就是把他在加强巩固 他自己本来既有的势力范围而已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一些跟他交情比较好的 那他本来就有签协定 我当然继续更深耕 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更积极 应该要去做的那些 开始出现松动状态 比如说所罗门这些其他的 他们应该要赶快去巩固 那些被你遗忘了几十年的朋友 你是不是要弄回来 那前史刚刚讲这句话 我有点感慨 就是他一开始就讲说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名称很熟悉 我哪有第一个想到的什么你知道 他以前都是台湾的邦交国 真的 全部都是 马绍尔群岛曾经是吧 博留还是 马绍尔还是 很多我们的邦交国都失去了 其实说我们的邦交国失去 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美国的势力也跟着衰退 因为不然的话这些邦交国应该 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跟我们建交 其实美国占了很大的因素 当然 那现在会先外一个一个跟我们断交 表示美国的势力开始在减退 这才是台湾要注意的地方 我有续兵哥讲的 如果你看过电影《家有喜事》 就知道那个大嫂无君儒 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喜欢他 等他走后塞大嫂该回来 我们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 都在所罗门群岛 跟中国大陆签议那个军事协议之后 美国才开始紧张 可是平哥讲的 所罗门群岛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以前我们又听美国的 美国也要理不理的 他自己在那边他也没有 他也有邦交 可是他没有在那边设一个办事出国大使馆 现在中国大陆跟他合作还要紧张 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宾哥讲的跳岛还是真的 这个像跳棋 他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美军可以用的 先从夏威夷 再到马绍尔 再到密克罗尼西亚 再到帛琉 这都有美军的势力 说这都我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 马绍尔群岛只有6万人 1000多个岛 他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美军也看到所罗门 跟中国大陆合作之后 他吓到了 除了所罗门群岛之后 还有一个吉里巴斯 在马绍尔群岛 跟那个索罗门群岛 在我们的照片这个位置 中气租达尔文港 这张照片的中间的位置 它是第一道的阳光 它上面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做雷达战 而且它的构场 是快要淹没下去 它可以让飞机起降跟补给 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两个邦交国 一个是吉里巴斯 一个是索罗门 马绍尔群岛 它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现在美国看到它的重要性 那眼见短期之内 它应该不会掉 因为美国会增加它的投资 上面会有更重要的军事设备 所以邦交国的结交 或者是失去 跟美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这些国家 其实基本上都是靠美国在抑注 甚至它上面军事设备 其实都跟美国有关 所以美国抠得住 我们就应该是维持下去 但是有时候美国 它想hold还不一定hold得住 索罗门群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还有在拉美一样 它以前的势力30年前 它只要不放 没有人拿得走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势力 已经上来 好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